慈禧太后在临终之前,曾经立下了一份遗嘱,其中主要内容有三条, 一是要立纯亲王之子普宜为皇帝, 二是后世女人在部的干政, 三是宦官不准参与朝政, 这份遗嘱虽然表面看起来冠冕堂皇, 渐渐看似都是为了国家常治久安着想, 但实际上我们稍加分析一下就可以得知, 这三条遗嘱实在是太过无耻了, 首先是第一条历三岁的溥仪为皇帝, 当时光绪皇帝实际上还健在, 但是慈禧太后就已经想好要立溥仪为皇帝了, 这说明了什么呢? 说明慈禧太后早就打算在自己临死之前害死光绪皇帝, 当时的慈禧太后或许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离开人世, 因此她才想再立一个小皇帝, 还幻想着自己病好之后再次垂帘听证, 实际上当时的亲王朝已经岌岌可危, 再立一个小皇帝不仅动摇设计, 而且会失去民心和军心, 但是慈禧太后却为了个人权利的欲望, 不顾国家安危, 坚决要立溥仪为皇帝, 最终导致亲王朝覆灭, 其此是强调女人不得干政, 这条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忌, 因为慈禧太后恰恰是破坏组织的罪魁祸首, 早在清朝主观之时, 清朝统治者就吸取了以往朝代新王的教训, 一再强调不准女人干政, 而这条组织连续了两百多年, 一直没人敢破坏, 就是当年开国之母孝庄太后, 也不敢垂帘听政, 霸占权力达四十年之久, 但是慈禧却敢冒天下之大不韦, 和公亲王毅一起排挤了政敌, 握紧了朝中大权, 逼死了两位皇帝, 其中有一个还是自己的亲儿子, 但是慈禧却丝毫不知悔改, 娇奢淫义, 动辄各地陪缓, 北洋海军的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主要责任, 就是慈禧太后的权力欲望导致的, 而慈禧在民宗之时, 竟然还有脸让后身女人不得干政, 实在是在打自己的耳光, 慈禧遗诏的最后一条是不许宦官干政, 这条就更搞笑了, 大清王朝两百多年, 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局面, 反而是到了慈禧掌权时期, 朝廷之中乌烟瘴气, 太监成了权力的传达者和掌握者, 就连李鸿章这样位高权重的大臣, 都要先贿赂大太监李连英, 可见当时太监的权力已经大到了什么程度, 慈禧掌权这四十年, 着实培养出了几个权检, 例如安德海、李连英等等, 这不仅破坏了组织, 而且还搅乱了炒局, 实在是罪大恶极, 而在其临死之时, 还能够将这一条当作一罩写给后世, 可见其脸皮究竟有多厚了, 慈禧太后的一生可以说是享受尽了荣华富贵, 却坑苦了黎民百姓, 善杀大臣, 各地赔款, 丧权入国, 一系列罪状简直庆祝难输, 但是慈禧却丝毫不以为止, 后世的几位太妃还纷纷以慈禧为榜呀, 想要控制末代皇帝溥仪, 再过把慈禧的瘾, 可惜时代变先, 清王朝在慈禧死后就很快灭亡了, 不仅江山没能保住, 就连慈禧的陵墓, 在其死后十八年之后, 都被孙殿宁给糟蹋的, 想想其生前的骄横跋扈, 做了多端, 想必也是善恶到头中有报, 天理轮回的报应吧。